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刘童牧师 随着十月的结束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十一月了 一个充满感恩的月份 也许你会说 今年日子过得这么艰难 有什么可以感恩呢 事实上说 神的恩典是要我们来数算 如果你不数算 就会充满苦涩跟埋怨 这为什么有时候你感觉 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愤怒 在紧紧抓住你 因为你看不见神的恩典 在自己生命当中 但什么时候你一旦开始数算 就会发现神的恩典 真的越数算越多 而且能够叫你历时乐欢呼 特别是在疫情当中 你有没有想过 为了神的恩典感谢他呢 虽然我们生活在 疫情严重的加州 虽然我们在身心灵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神还是到如今 都保守我们十分平安 不是吗 虽然面对四面受敌的困境 但神总是按照他的时候 为我们来开路 有一位姐妹在疫情一开始 就失去了工作 半年多来都是依靠 失业救济金生活 眼看着失业救济金将要到齐 面对前途充满忧虑跟恐惧 没想到就在失业救济金 到齐那个礼拜 她收到一间公司的雇佣通知 神的恩典真是刚刚好 不早也不晚了 甚至有时候 我们因为事情不像预期所想的成就 而沮丧 但后来却会因为神事先的预备 而欢呼喜乐的 我记得有一位做餐馆生意的弟兄 疫情之前 想要顶下一间大餐厅来经营 后来因为这笔交易没有成功 而十分沮丧 可是当疫情一来 所有餐厅都得关闭的时候 她才明白神的恩典远超过她所能想象 她说自己是第一次学会 为神没有垂听她的祷告而感谢 哈利路亚 另一方面 你们想过在疫情期间 为了神在教会的恩典而感谢呢 虽然我们都在居家隔离的限制之中 虽然教会可能仍有许多方面并不完全 但神仍然透过他的教会 供应我们所需要的灵粮 透过弟兄姐妹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更奇妙的是 神这段时间 透过教会的食物发放中心 使许多湾区家庭在疫情中得到饱足 今天下午 圣塔卡尔市的市长 特别邀请我和基金会主席罗忠基弟兄 以及一些义工到市议会接受表扬 并且颁发给我们感谢状 一方面要将荣耀归给神 另一方面要感谢所有义兄姐妹 你们同心的摆上与支持 是的我们应当要向神献上感恩 因为无论处在任何环境 祂总是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 充充足足成就一切 超乎所求所想 你们 愿上帝祝福你